我剛剛就拿到麥克風 我先講 我也是住在大戶裡的 那我的問題本來想要問李長 但是既然他現在離開了 但是我還是想提出一下我的一位 因為他剛剛的說明好像是 他也是站在反對慈激的一邊 但是其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他在那個守護聯盟的網站上有一篇文章 那那篇文章顯然是一樣告訴大家說 內部居民都支持慈激開發案 那他自己也是支持的 那我想知道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出入 因為他在他的論述裡面 他是接受實際的說法說 他們蓋的地方是平地而不是就是山坡 那其實我看了廖本全老師的文章 那其實那整個地方應該都算是一個保護區 你就算那邊是平地 但是你周遭都是非常危險的環境 你蓋那邊其實還是不安全 那我想知道他如果剛剛做出 就是他今天有出席 但是剛剛講出的話好像很類似 就是願意願意跟我們站在一起的這個立場 的話他是不是可以更明確出明說他 現在的意見到底是什麼 就是因為他身為一個對我們大福利的理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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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先請就是我先付述一下剛剛各位的問題 那第一個剛剛第一個問題是說 內褲斯基這個案子 並跟保護區之後 對附近的居家安全的影響到底是怎麼樣 我簡單的講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市政府是真的可以這樣子掷手的時候 今天他要過就可以通過了呢 這是第二個問題 那第三個問題是說 84年的時候大福利民有做個地方公投 那時候公投也通過了 那當時這個公投通過要做要求建議 實際做這個地方的 建議市政府 建議市政府 建議市政府做這個 學徒寶石公園 那這個公投的效力 現在是如何 然後第四個問題是剛剛對於丁教授提出的建議 那丁教授應該也是肯認覺得 這是一個很很好的一個建議 那我們在問答時間之後回來 如果大家這些有幾個居民 就覺得這些可做的請 我們就可以大家就來討論說 怎麼樣分工 怎麼樣去做出這樣的行動 那主要是這三個問題嘛 那我們就請夏老師 然後張老師還有德正 和大家一起來回答一下 那請夏老師 好我整體性的回答 那如果蓋了 那會對當地有什麼樣的影響 會有什麼樣的災難 坦白說沒有人知道 只有老天知道 但是我只能跟各位講 它必須要有完整的評估 可是我們現在在慈濟所提出來的 所有計畫書裡頭看不到完整的評估 這真正專家來了 這個部分我先談到這裡 這個題目應該要給丁老師來談 要不要先談 謝謝 好那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基本上這個主要的問題是水爐保持的問題 因為我們這個陡坡後面 除了平地 因為平地都是圍田區都是湖區 湖區的旁邊各位看到都是山 所以當你下大雨來 所有水是灌到這個上面來的 灌到這裡來 所以山會很快地把水推過來 推過來以後 如果這個地方是一個緩衝區 就原來是無面的話 這水會在這裡面 不會影響到各位 當它一旦開發了以後 這邊都是土地都是房子 馬上的 就衝過來了 所以你沒有緩衝的 所以慈濟它用工程的技術規範 它做水爐保持 做三個字紅池 可是各位知道 我們所有的工程技術規範 是25年暴雨頻率 現在每一個災難來 都是超過100年的暴雨頻率 根本沒有用 全球氣候變遷 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大家去吧 以大家去承擔吧 就像周老師 2012年 大家一起吧 所以技術工程技術規範 是照法令規定 它沒有辦法符合解決 我們的天災人禍造成的 就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剛剛講到就是說 台北市都市計畫 可不可以這麼做 可以 而且 所有實際的案子 剛剛整理的各位 全過了 全做了 因為實際 因為是實際 大家都認同實際 今天沒有各位站出來 沒有各位站出來 這個計畫 早就已經通過了 沒有廖老師提出來 已經過了 所有程序 都是依照法令規定 都依照都市計畫法來變更 但是有一個很大的瑕疵 他前面的公告 很多年前就做過了 兒童醫院的時候就做過了 可是今天你換成志工大樓 你程序要承走啊 他拒絕 他不要走 都是以前做過的 這是不合法的 所以這也是下一個 另外一個議題 你可以去要求 都市計畫委員會 台北市政府 承擔所有的法律 政治責任 剛剛提到一個 我非常認同的 就是說 你按您升高 一旦進入法律程序 一切宗旨 這個樣子就停了 謝謝 謝謝丁老師 我很想跟丁老師講的一句話 因為丁老師剛剛一直講的 他的好朋友的好朋友 就想問丁老師說 我能不能成為你的好朋友 我剛剛一直很想說的一句話 我真的很想成為你的好朋友 謝謝丁老師 真的謝謝 我們真的所有的人 大家應該都成為好朋友 剛剛丁老師講到這個困告 其實這在我的戰略裡頭 就是下一次可能是12月6號要開大會 那我的戰略裡頭就是我在大會裡頭的發言 我就會直接有這樣的質疑 因為我不知道現在去按您升高有沒有用 因為他還沒有做出最後的決議 通過這個決議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是念法律 但是我會在下一次的發言裡頭 我就明講 就是我會直接告訴所有的委員 這個案子是依據都市計劃 把第27條第一項的第三款 為了國防跟經濟發展的需要 請問這個案子跟國防有什麼關係 他是要蓋非難基地嗎 請問這個案子跟經濟發展有什麼關係 社會不利跟經濟發展有什麼關係 如果沒有關係的話 那這個案子憑什麼送進來 今天為什麼大家要坐在這裡審查 他違法 所以我要告訴所有的委員 如果你們今天敢讓他通過 我就告你們 但是我必須告訴各位 只有我講未必也要 請各位12月6號一起來講 我要講的就是 下次會議請大家一起來 而且來越多越好 我就不相信 我就不相信 市政府不會改變 剛剛還談到了 我們其實參與這樣的運動 我們參與這樣的運動 其實都會有壓力 都會有壓力 剛剛說 不是我們要提告而已 我們要告他們而已 實際曾經放話要告我 你讓他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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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告訴你 當時實際又不敢直接告訴我 為什麼他要告我呢 因為當時專案小組通過了 那我坐在那裡 我看到那個通過的景象 我真的覺得不可思議 所有的委員都反對這個案子 可是主席下的決議是通過 然後通過之後 哇 那個議場裡頭 我所有反對委員都走掉了 就只剩下主席跟慈濟在那邊握手 然後就是打腎臟了 所以我看到這個景象 我就立刻寫了一篇文章叫 恭喜了人定聖天集團 結果慈濟就傳話來給我 就說我要告我 那我就跟傳話的老師講說 請他趕快告 我就是要等你告我 而且我要證明你是人定順天 你根本不是人要順天 你講的話是騙人 我絕對可以證明 不過我想跟各位講的就是說 實際的確像剛剛有位朋友講說 夏祝九老師說他努力了三年 然後放棄了 那位朋友離開 我等一下一定要打電話給丁老師 請那位朋友一定要打電話給夏祝九老師 不可以放棄 我們還有這麼多人 他怎麼可以放棄呢 請夏老師在12月6號的會議也來發言 對於這一件事 對於我們所共同生活的土地 我們怎麼有權利放棄呢 你怎麼可以說出放棄這兩個字呢 這是不對的 實際的 我真的不知道這裡有沒有實際的朋友 我每一次 我從這個案子一開始 我就想辦法要見正言法師 可是我到現在還沒有見到 那可是實際的小動作真的非常多 好 譬如說剛剛有朋友提到的 我曾經有一陣子 只要下課我的手機就小 就慈濟的信眾打電話給我 然後講的話都一樣 就是廖老師廖本全 慈濟在做善事 你在阻止慈濟做善事 所以你是照面你會不得好死 不過我告訴各位 我面對的方式其實很簡單 我會跟這位先生說 或者小姐說 如果你願意的話 而且你有時間 你現在能不能夠 立刻到內部基地 我也直接到那裡 我現地很清楚的講給你聽 結果沒有人願意跟我去 大家都說 我們都已經知道了 上面都已經跟我講得很清楚了 可是我在這個案子參與的過程 我也看到慈濟內部 其實也有善的力量 有一個師姐 我沒有看過她 每一個月打一次電話給我 然後每一次打電話給我 都問我說 廖老師你見到善人了沒有 打了幾個月之後 我就真的忍不住 我就問她說 這位師姐 你為什麼一個月就打電話來問我一次 她跟我說 她每天早上 每天早上一起床 一束鮮花 供佛 祈求觀世音菩薩 讓我見到善人 所以她每個月一定要問我一次 可是我到現在還沒有見到 我要跟各位講的是 這個社會的力量還不夠 這個社會的力量還不夠 可是我們今天真的看到社會力量的展現 我們要更多的力量 只要力量夠大 我要強調的 現在是宗教力量跟政治力量合流 唯有社會力量的覺醒跟動員 它才有可能改變 而且這才是真正台灣社會真正善的 正面的力量 剛剛有講到公投 公投是不是 現在還有沒有效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可能我不知道 公投沒有法律的效力 公投沒有法律的效力 那我想再跟各位講一點點就是 那個波里長 波里長 我知道他一開始是反對的 可是我在2005年開始參與這個案子的過程 坦白說歷次的專業小組會議跟大會 波里長 在2006到2007那段時間 郭里長都有出席 而且都是支持這個案子 支持這個開發案 那當然我不知道現在 郭里長的態度是怎麼樣 那當時他跟委員的說明都是說 我當時是反對最激烈的 但是我現在也支持 而且跟委員很清楚說明為什麼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各位 我們應該要採取行動 應該是多元的行動 包括要給里長一點壓力 請里長能不能夠把里長再拉回來 請他扛個大膝帶大家往前衝 然後還有法律行動 如果這個案子通過 我們後續一定會採取法律行動 那我大概就先簡單地這麼說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